我们今天讲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么你们要注意这个要领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坐标轴上面 坐标轴上面就是迪卡尔坐标 这里有个A点 就说有一个人他是A 他的位置在A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呢 你这个A的位置你以哪一点为参考呢 如果我们是以O点做参考的话 那么指点A相对O点的位置 我们就用R AO来表示 就是A点相对于O点的位置 那么它的向量呢 是从O到A 从O到A 那就是说你从O点来看A点 它在哪里 它在哪里 那以用R AO来表示 那同样的B点也是这样子 那么它的位置我们用R BO向量来代表 那么它的箭头呢 它是从O点开始 画到B点 那也就是说我站在O点来看B点 它的位置在哪里 意思是这样子 那么由于这两点 我们现在表示它的坐标呢 它的位置都是用同一个坐标系 所以中东它的参考点都是A点 都是O点 因此我们这个R AO R BO 这个O呢 我们就可以不要写 不要写 如果你说一个A点的位置是RA B点的位置是RB 那就是表示这两个位置啊 都是用同一个参考点 比如说这个坐标画出来 通常这个就是圆点啊 从圆点开始 刚开始是说A点相对O的位置 B点相对O的位置 现在我们要问 A点相对B的位置是什么 A点相对B的位置 R AB A点相对B的位置 那按照我们前面这个画法呢 你看R AO 它是从O画到A 从O指向A 那么R BA呢 R BA R AB呢 它就是从 从B点指向A 从B点指向A 那么这个是R BA哦 这个是R BA哦 那就说B点相对A点的位置 就是说你站在A点来看B点 站在A点来看B点 那这个R BA就说 我站在B点来看A点 这两个方向正好相反 那么R BA就等于负的R AB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向量图 R BA这个 这两个向量核 这AO加上R BA 要等于R BO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R BA呢 就是等于这个向量 减掉这个向量 那我们把这个都是对同一个参考点了 参考点我们O就不写 就是R B-R A R B-R A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你看这是R BO 这个原来是R A O 负的 我们现在把它变一个符号 因为负的R A O 就等于正的R O A 那这么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则 就是这两个向量 它的O 比如说它的下标 O都是在这四个下标里面的同一侧 就是靠内侧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O啊 把它去掉 就变成R B A OK 好像说这个O都拿掉 就变成R B A 这是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看到 它原本是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个规则 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 里头这个位置 如果它是对时间 有所改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人 这个也是一个人 但是它都在移动啊 所以它跟位置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啊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各项 都对时间做为分 这个为分 那这个为分 这项也为分 这项也为分 我们知道位置 这个就这个为分 就是等于位移的时间变化率了 那就相当于速度 这个就相当于V B A V B A就是什么呢 就是B点 相对A点的速度 就是你站在 站在A点来看B点的速度是多少 R B A就是站在B点看 站在A点看B点的位置 那么R B B A就是站在A点看B点的速度是什么 你看它这个关系啊 把这个都变成R V B O 这个变成V A O 都一样的变化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规则 跟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R B A 就等于V B A 就等于V B-V A R B A就等于R B-R A 这个以后常用 后面这个也是常用 R B A是R B O加上R O A 这个两个O是可以去掉 好 这个也是一样 R B A是R B O加上R O A 那这两个如果这么写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O去掉就写成一个R B A 好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得到加速度 就是你把这个这个数字为分一下呢 那么这个就是相对的加速度 它也有这个规则 好 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看 比如两部汽车 A车以70每小时公里的速度 向正X方向行驶 它后面有一台车叫做B车 以90个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 跟它同方向行驶 就是B车在A车的后面 问B车相对A车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你在A车里面 你看你后面那个B车 它的速度是多少 相对你来说 好 那现在我们就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假设两个车 它同一个方向嘛 那我们就假设它是约X轴运动 A B二车的速度呢 A车是V A B车的速度是V B 好 那么这个V A跟V B 我说你说这个每小时70公里 这是什么速度啊 相对地球的速度 相对地面的速度 这个也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所以这个都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画一个坐标X轴 我们以这个作为原点 参考点 这个E就代表Earth地球了 我随便找一点 当作它的参考点 好 那么A车在这里 B车在这里 B车在A车的后面 V B这么跑 V A是这么跑 那现在我们要问 B车相对A车的速度 是多少 你在A车 看B车 B车相对A车的速度 就是V B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数据都写出来 A车的速度 记得它是对参考地球的地面的参考点 它是正70 正70就表示是向X的正方向 V B1呢 就是V B 它相对于这个同一个参考点 也是正90 kilometer per hour 每小时90公里 也是向正X方向 那B车相对于A车的速度 V B A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记得那个规则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有一个规则吗 你把这个规则写出来 V B A V B A 它就是等于V B减 V A V B减 V A了 但是V就是V B减 V A 可是V B呢 它就是V B E啊 V A就是V A E啊 所以一减就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是 它的相对速度 每小时20公里 方向是正方向 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A车 A车的人看B车 它是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 向这个方向 就是向着它靠近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它正的就是朝X的正方向 跟这个方向一样 因此它就是靠近 向A车靠近 OK 所以A车干B车 在其后方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朝X轴子正方向行驶 或者是B车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接近A车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例题换一下 比如说B车 是在A车的前方 可能B车在A车的后方嘛 现在这个B车在A车的前方 速度还是一样 这个每小时90公里 这个每小时70公里 都是向正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的大小都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只要把两个车的位置换一下就好了 A车在这里 这是VA B车在A车的前面 因为朝X方向 你把这个图画出来 所以画图是很重要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 我们还是要求VBA 那就是VDE-VAE 那是等于也是振20每小时公里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在A车看B车 B车是以每小时20公里 向这个方向前进 就在我的前方前进 那就表示它是离开A车了 离开A车 所以说A车看B车 在它的前方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朝X轴的正方向行驶 或者是B车以20每小时公里的速度 远离A车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有一架飞机的罗盘 显示这一架飞机是向正北方飞行 速度表上面就显示说 这个飞机的速度是每小时150公里 飞机的速度是相对什么东西呢 它在米表有没有碰到地面呢 没有啊 所以它是相对空气 那么当地呢 正好吹了一 有风在吹 它是每小时50公里向正东方吹 现在要求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那我们一看这个问题就知道啊 它是相对于速度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坐标画出来哦 我们就把这个 假设X轴是 这正方向是正东方 Y轴的正方向为正北方 并且我们设定 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是VAW 因为这个速度啊 是飞机 我们有Airplane 代表飞机 那么W呢 我们本来是空气啊 那其实就是风了 我们说这个是风是wind 那飞机相对于风的速度是 150 怎么会写300 应该是150每小时公里 好 那么 风呢 相对于地球 地球的速度 那么 风向是 这个 气象局测出来的 那么这个风向啊 它的速度啊 当时相对于地球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下标 风相对于地球 OK 风相对于地球 好 那么 飞机相对地球的速度呢 我们要求这个啊 那就是 飞机相对地球的速度 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了 你要求这个 要怎么求呢 好 那我们就用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你看 这两个 我们把它的下标 都是靠内侧 所以 这两个取消就可以变成它 它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就等于 就相当于说 原来这个速度啊 是这两个速度向量的向量和 那现在 这两个向量都知道了 你要求这两个 这向量的和要怎么做 我们不是求过吗 你先画坐标 先画这个向量图啊 然后用 余旋定理球 和向量的大小 用正旋定理球 和向量的 方向 对不对 你把这个要理拿出来 OK 我们刚刚是假设 X轴是正东 X轴是正东方 没错 Y轴是正北方 Y轴正北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可以 画向量图 这个正北 正北 这个是正东 飞机是朝正北方 V-A-W V-A-W 是这个 那么 V-W-E 风是朝东方吹 是这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和就是它 那我们可以画一个 这个图 这是平行四边形法 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就知道 因为正东跟正北 是90度啊 因此这个就是等于它的 这个三角形 的斜边 就等于这两个字盒子 刚刚那个300是写错了 是150 好 你把这个算出来 就158每小时公里 然后θ呢 就是V-A-W的大小 你看 你在这个地方写 就不要写向量啊 大小 这个大小 除上这个大小 等于这个 那就是71.6度 它是东 东 偏北71.6度 以上是两个相对运动的问题 你记得它的要领啊 你要画坐标轴 要假设它什么东西相对什么 你用符号来表示 比如说飞机用A 风呢 我们用W等等 来这样表示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个抛射体 从一个斜角为α的斜面 底端射出来 这个是一个斜面 这α角 从这个底端发射 出速度是V0 发射角呢 是θ0 就像这个图 好 原斜面量的射程R是多少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抛弹打出去啊 它会落到这个斜面上 那这个射程是多少 从这里到这里的射程是多少 证明 还要证明 求出来以后证明 如果这个α角 就是斜面的斜角 等于0的时候 这个R 就是这个R 就变成水平的R 水平的R 就是它的射程 好 现在我们 看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运动学的问题 它是二维 二度空间的运动学问题 如果是二度空间的运动学问题啊 我们就把 这个炮弹的飞行啊 用两个坐标 一个是X轴 一个是Y轴 这炮弹在X轴 跟Y轴上面的投影 它的运动 它的运动 就是这个炮弹本身 在二维空间的运动 分成两个分量 再来呢 我们就注意 牛顿运动学 你要注意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 起初状态 X X轴 我们看这炮弹的 X轴上的投影 X0在这里 起初位置在这里 它起初的速度呢 是V0 cos θ0 好 Y轴的投影呢 位置是Y0 它的速度呢 V0 sin θ0 这个投影 这是起初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 加速度 X方向的加速度 是零 因为我们一向是 假设 抛体运动的时候啊 空气的阻力不算 但是以后 你们男孩子 如果去当 扶兵役 当炮兵的话 那个时候 这个空气的阻力 要算了 不要算 它 怎么算法 它是校正 它有个表 你可以校正 好 Y轴呢 它的加速度 就是重力加速度 腹肌啊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 原来这两个都知道了 就求末后的状态 末后状态就是 任何时刻的 是T 就是任何时间T 假设 炮弹落到斜面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T秒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落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X啊 X X等于什么 等于R Cosin Alpha Y呢 对于R Sin Alpha 对于Sin Alpha OK 这个XY 跟这个R Alpha的关系找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用 因为这个是什么 等加速 对不对 等加速 所以我们可以用等加速运动 等加速运动 那么 位置跟时间关系 你把这个带进去 X等于这个 X0 V0 都带进去 T保留 那我们可以得出T是等于这个 好 再来 我们就Y方向的 位置跟时间关系 你也把这个Y了 V0了 Y0呢 都带进去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呢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 变化一下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R都约到一个 这个R平方约到一个 剩一个R 然后这个SinAlpha 乘上Cosθ0 大家都乘Cosθ0 那么 你把这个式子搬过来 跟它合并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留在这里 变成这样子的 好 这个式子 三角 你们都很熟 这个就是Sinθ0-Alpha 等于这个字 那么 我们要求的是R 你就把R 求出来 R就是这个 鞋面上面 炮弹落到鞋面上 它跟原点的距离就是这个 好 那么 如果是Alpha等于0的话呢 这个等于0 那它就变成 两倍的Cosθ0 3θ0 可以化成 Sin2θ0 那这个正好是什么 炮弹水平的射程 炮弹水平的射程